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4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想跟大家繼續跟進這個 胡陰宇的案件 中國大陸 官方 根據調查 已經 對於 胡陰宇的案件 下了定論 不單止下了定論 甚至乎是清楚定性了 整件事 簡單來說 中國大陸的官方已經將這件事定義了 不能夠再搞下去 所以 中國大陸將所謂調查結果 透過大量的官媒 還有 網軍 同一時間發佈 同一時間官方 出來大力要維穩 刪除了 網上 有幾萬條訊息 也將 大量的帳戶、微博、微信封鎖 不讓 再討論胡陰宇的案件 中國大陸 在2日 2月2日的時候 大陣仗地舉行 記者新聞發布會 中國大陸對於胡陰宇的案件 已經徹底 要將它定性 已經定性了這個是自殺案件 但是 當中 有很多東西 是非常之不合理 尤其是 公安 公佈了 關於 胡陰宇 所謂 吊頸身亡的現場 甚至乎 將3D 的畫面 畫了出來 我們這一節 會跟大家詳細分析 這一節也會採納 其他 國內的評論 對於這個案件 續項的疑點 我們這一節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原本我錄這節 今天錄節目就是聲音很沙 做了幾節之後 反而聲音稍微有好轉 跟最近冷親有關 就是因為英國的天氣 稍微是回暖 怎樣回暖 由負五度 變成七度 我就覺得很暖 其實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是會冷親 繼續成腰 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 繼續 幫忙支持 真的病也不能休息 其實有事 我可以休息的 不過我覺得 只不過有少少腥沙 可以繼續做下去 我待會也會吃藥再休息 這個 案件 中國大陸公安新聞發佈會說 胡陰宇 是死於自殺 亦都強調 胡陰宇 的內臟是沒有缺失 在胡陰宇 身邊找到的錄音筆 清楚地 根據官方所說 就是將他想自殺 的事件 的事項 清楚地 錄在 錄音筆裏面 問題來了 有大量的疑點在這個案件裏面 是可以看到的 胡陰宇 在當日離開的時候 最後一個鏡頭拍攝 拍攝到他 當時 穿著拖鞋離開 好了 居然 在106天之後 遺體被發現 說他是上吊身亡 說他是自殺 居然 離奇的事情出現了 一個打算去自殺的人 居然 穿著拖鞋離開 之後 忽然之間拖鞋失蹤 忽然之間 拖鞋 變成了波鞋 為甚麼要有波鞋呀各位 因為要有鞋帶嘛 如果沒有 波鞋就不會有鞋帶 沒有鞋帶要怎樣自殺呢 結果 神秘地出現了波鞋 波鞋 還要在這個3D 繪畫 的圖片裏面 對鞋 在胡陰宇 最後的遺體 下方 問題又來了 到底 那一棵牆 跟棵樹那麼高 到底胡陰宇 是透過甚麼方法 可以上到上面 然後是把自己 在那裏吊頸呢 在現場 根本沒有任何東西 被死者 用來站上去 所以 查這些案件有時很精彩 既然是這樣 怎樣把他包裝成為一個自殺案件呢 公安 宣稱 他當時用鞋帶自殺 當時 因為這棵樹 旁邊就是一棵牆 而後面那棵牆 是可以攀上去的 所以畫了一個3D圖出來 所以根據 公安的說法 如果胡陰宇要在這個現場 是自殺身亡 他必須要 是 赤腳爬上去這棵牆 再從 那棵牆爬上一棵樹 再從棵樹上面 綁這個鞋帶 都不僅 還要從 棵樹上面 將自己 跳下去的時候 稍為有 常識的人都知道 那條鞋帶 是不是能夠這樣用呢 我就算當那條不是鞋帶 就算那條是比較粗的尼龍繩 或者麻繩也好 我想告訴大家 大家可能沒有玩過 是叫做下降 這個軍隊的訓練很重要 下降訓練 尤其是在空中 坐直升機就是 SIR 下來 又或者 攀山 守舊 行山 向下走的時候最有用 尤其是根本沒有樓梯 那裏是超壁 我想告訴大家 你知不知道那條繩 做下降那條繩 絕對不是一條普通的繩 那條繩 是有極強 的抗拉力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 玩下降的時候 身體又重量 當你 自由落體的時候 你下降 的 衝力 會使得 原本 將你吊著 慢慢垂下去 那個力是完全不相同的 所以 其實如果你做過下降就知道 所有的器械 是必須要非常專業 那條繩 是有足夠的抗拉力的 而你的下降器 也要有足夠的抗拉力 就是因為假如 你只是在一兩米的範圍 向下跌 中間製造的衝力 是非常之大 所以其實這個案件看得很清楚 假如按照官方所說 胡鶯語 先爬上這個牆壁 再從這棵樹上面綁上鞋帶 自己 對鞋很奇怪地放在這棵樹的下面 對鞋不是穿上去的 然後 再從這棵樹上面 跳下去 然後才可以自殺 這個時候 鞋帶 所承受的衝力 絕對不是 將一個人吊著 然後就是 掛上那棵樹 好像升降機一樣 衝力是完全不相同 根據官方所計算 鞋帶是很堅硬的 可以承受到80多公斤 即是說可以承受得住 胡鶯語的體重 這正正是因為缺乏物理的常識 所以就計算錯誤 假如如果胡鶯語 是在樹的上方 綁完繩 跟著在樹幹那裏 跳下來 跟著自殺的話 根本的衝力 87公斤 絕對不可能承受 所以不好意思 在現場出現矛盾的證據 其實是多到不能進落 官方 不想這件事再繼續發酵 所以 急急出來要將這個結論公告 也要將所有反對的聲音 所有質疑的聲音 全部滅聲 所以我也很喜歡和大家一起查案 本身我也很喜歡看 就是 偵探小說 所以這些全部是常識來的 如果他要爬上一棵樹 怎會連鞋都不穿呢 還有 胡鶯語 外套 是反轉來穿的 其實 這樣的現場 你看到 所有東西 根本都只向 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案件 根本就是他殺 所有東西都跟自殺 徹底矛盾 這節是跟進報導 我們跟大家把幾個疑點揭露出來 這些已經不是疑點來的 這些直接 是直接的理據 清楚反駁根本這個案件 不可能 是自危 所以幾乎可以肯定 這個案件一定牽涉 是有殺人兇手在背後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